我先介紹一下泳春三星庄的用力 三星庄是泳春拳訓練腳法跟手法搭配的使用 木能庄的高度為什麼只有到我們的所謂的膀胱位置 大腿的位置上跑 因為上面的空間是木能庄手腳的手法的空間使用空間 步法是練習腿法的前腳跟後腳 後腳跟前腳的連環踢法 那所謂的三星庄的腳 三個腳相當於我們站前後腳攻擊 拳擊的前後腳攻擊 這隻腳也是 前面那兩隻腳相當泳春的半正面的打法 好 三星庄把它移過來 相當於這兩隻腳相當於 對 這樣的角度 這兩隻腳相當於這樣的角度 這兩隻腳等於左右正面轉馬的角度 好 三星庄的高度到膀胱的高度 寬度呢 一步之差 因為格鬥與寸步之間 一步之間的格鬥 短兵相接 所以木能庄的腿法不能太寬 就是人與人格鬥之間的一步之間 所謂一步呢 他攻擊我 我跟他相差一步之間 他打來 我壓上頂穿綁掛帶衫 再打進來的時候 割手 勾勒 扶手 扶手 打進來 扳 帶 掌 防手 就一步之差 我前進的時候 打來 上手 來 割勒 扶手 扶手 上手 按 扳 扣 扣 就一步之差的距離 所以三星庄的角度 三隻腳的角度 一步之差 一步之間的距離不能太大 太大你的腳 聽不出來 木能庄 三星庄 相當於對手的腳法在移動 我們不能進入裡面去 需要外圍的攻擊 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我木能庄 跟他短兵相接接觸的時候 對方攻擊我防禦 或是我攻擊他防禦的時候 手法的接法 帶 撐 捆 翻踢 閃 掛踢 上手 手法回來 綁 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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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走過來移動 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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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撐手 頂膝蓋 蓋手 頂膝蓋 上肘 撐手 十字手 扳打 起腳 踢腿 蓋 手把點的時候 手扳打 扳打的時候 上肘 頂肘 拍打 上來 吞 後腳 上膝蓋 蓋頭 大概是這樣的角度在運用 我們練習的時候 相當於兩個人的對視 他攻擊 跟手 綁 掌 十字手 下來 捆 捆 踢腿 然後相當於上腳 踢腿 綁 掛腿 踢腿 翻打 扣腿 上腳 肩腿 OK